德州教堂枪击案震惊全国 勇敢的邻居谈他为什么会挺身而出 川普总统就职一周年 纪录片《大选日》 反思选民的新路 另外将近400万美国商家 接受支付宝 中国游客旅美更加的方便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筹 我是叶凡 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镇 竟然成了德州历史上最大枪击案的现场 11月5号 一名枪手闯进教堂 开枪打死26人 如果不是一个邻居挺身而出 伤亡的人数可能会更多 我们的记者来到这个小镇 请听这位勇士和社区的民众怎么说 这是一个安静的小镇 大家都相互认识 我是说人人如此 镇子上只有两个加油站 一个邮局和几百个居民 这个小社区现在却成了 德州历史上最致命枪击事件的发生地 当局说凶手德文凯利 星期日闯入萨瑟兰泉的第一尽信会教堂 向人群开枪 遇害者最小的只有18个约打 每个人都很难过 这是个小镇 我们每个人都受到打击 都很难过 如果不是有个邻居听到枪声后建议有为 追杀凶手 那么死伤者可能会更多 我为我的家人害怕 我们距离教堂隔着一个街口 我不是英雄 我不是 我当时想上帝啊 保护我 给我能力来完成必须要做的事 我真希望我当时能早一点赶到 联邦调查人员在现场搜索 寻找证据 居民们献上鲜花和玩具熊 用十字架来纪念每一位遇害者 社区以外的人也纷纷来到这里 为他们祈祷并诵圣经 随着小镇开始愈合 萨瑟兰全的悲剧提醒人们 团结就是力量 近来美国的枪击案频繁地发生 呼吁加紧枪支管控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不过川普总统反对说 如果萨瑟兰全的那个挺身而出的邻居没有枪的话 死伤的人数可能会更多 川普总统就职已经一年了 在去年总统大选这一天 美国人心里在想什么 纪录片《大选日》跟踪拍摄了16个选民那一天的活动 通过这些来自不同行业 不同阶层的人 反映出美国严重的政治和文化分裂 给我们带来启示 我们的记者采访了执行制片人杰夫多奇曼 从开明的大学生到西维基尼亚州保守的煤矿工人 杰夫多奇曼的纪录片《大选日》在去年11月的大选中 对美国选民进行了跟踪拍摄 设置组跟踪了50位选民 影片选出了其中的16位 我们希望从地理位置 人口结构和意识形态上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从纽约市皇后区一个支持 希拉里克林顿的希克出租车司机 到阿拉巴马一个30年来 第一次获得投票权 无罪释放的囚犯 到迈阿密一个支持 塔纳德·川普的退伍军人 再到一个川普获胜会让他前途堪忧的梦想生 纪录片《大选日》反映了选民们 如何就影响他们个人的议题来投票 这部纪录片还反映出 大多数选民相信媒体的预测 认为希拉里克林顿会获胜 选择会到9分钟 他们会到9分钟 然后全部都会平静和美丽 什么时候会往另一方 什么 我不是往另一方 多奇曼说 这部纪录片揭示了媒体没有报道的 美国社会中深刻的文化分歧 不要人云亦云 这点很重要 我们在虚拟网络中和现实生活中 都是和之同道合的人交朋友 这点我很理解 我也和大家一样 可是我们要不断地去面对事实 美国很大 要接受广泛的信息 然后决定如何投票 如何发言 这部影片保持中立的立场 这16个人物让我们同情 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 都从他们的立场出发 做出有力的论证 比如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小生意人汤姆 这部影片还反映了大选的宣传 和有党派色彩的媒体 给民众带来的偏见和恐惧 在另一方面 影片也反映了 如果川普获胜少数族裔的担忧 多奇曼说 一年后美国仍然在同样的问题上 严重两极化 他希望像他这样的影片 通过人性化地反映美国选民 可以鼓励各方展开对话 中国手机付款服务支付宝 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 有将近400万个商家 接受支付宝付款 让到美国来的中国游客 在购物 住宿和出行的时候 更加的方便 去年有95万多中国人到纽约市观光 他们最喜爱的活动之一就是购物 自从全美国大约400万个商家 接受支付宝以来 中国游客在购物时就更加方便了 从美国商界的角度来看 接受支付宝没有什么不好 反而有很多好处 因为如果你用摩擦更少的方式 卖出更多的产品 对你的生意来说是一件好事 中国游客可以用支付宝 来支付饭店和奢侈商品 现在还可以用来支付出租车费 11月以来大约有14000辆黄色出租车 相当于全纽约市出租车的三分之二 接受支付宝 另外拉斯维加斯的大多数出租车 也接受支付宝 他们走出机场第一件事 就是坐计程车 还有哪里比计程车后座更好的地方 为他们提供付款便利呢 使用支付宝的几乎都是中国游客 因为手机付款在美国不如中国来得普及 那支付宝是否会在美国消费者中推广呢 分析人士说这可能比较困难 原因之一是在手机付款方面 美国已经有很多成熟的服务品牌和公司了 一个中国公司很难对市场造成重大改变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 洛杉矶准备迎接2028年夏季奥运会 另外会当临绝顶 国家公园之旅带你一览众山小 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 美国洛杉矶市正在准备迎接2028年夏季奥运会 近年来很多奥运会主办城市因为成本太高反而得不偿失 所以洛杉矶希望能够避免重蹈覆辙 有些城市因为担心财务负担过重 所以退出了申办奥运会的竞争 不过洛杉矶已经是酒精沙场了 主办当局力争要把以往开源节流的经验 运用到这一次的赛事上 1932年和1984年的奥运会 为洛杉矶带来盈利 直到现在这些经费还在发挥作用 10岁的亚雷莎卡斯特罗 梦想着在她的家乡洛杉矶参加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 她也了解实现这个梦想需要付出的努力 要很多练习 速度 很多长时间的练习之类的 卡斯特罗是洛杉矶以前奥运比赛的受惠者之一 这些学生在洛杉矶八四基金会赞助的场地 自行车项目中学习 洛杉矶八四基金会的资金 来源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的盈余 1984年的盈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之所以会有这笔庞大盈余的主要原因 是主办单位没怎么兴建新场地 他们几乎没有盖新的体育场地 2028年奥运也会运用类似的模式 奥运是以适合洛杉矶的方式规划的 我们没有试图要为了奥运及残奥会重新设计城市 这意味着2028年奥运会也会使用现有的建筑 其中一栋是洛杉矶纪纪念体育场 体育场会经过上百万美金的翻修升级 这些费用由负责运营的南加大支付 深奥的城市为了博得奥委会的青睐 会在计划中承诺新建各种新场地 但我也认为奥委会近年来开始认识到 这会带来问题 我认为大家都知道白象体育馆 在比赛过后就搁置不用的问题 所以奥委会也致力于说服 可能深奥的城市 让他们知道那是不必要的 洛杉矶会从国际奥委会获得举办奥运财务上的资助 这包括未来十年给年轻人体育项目的 一亿六千万美元的预支款项 洛杉矶八四基金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雷纳塔心里说 体育项目能教导年轻人重要的生活技能 当你想到团队运动 你可以锻炼个人技能 同时也学习尊重团队 你学会要准时 要努力 胜不骄 败不哪 你可以学会精进短处 所以你能再接载力越来越强大 对卡斯特罗而言 骑自行车成为一个很好的驱动力 而不是去看电视 我会马上做好作业 然后准备来这里 卡斯特罗说 他会继续一周三次的自行车训练 希望能在2028年的奥运中处赛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玉米田迷宫是美国农场特有的传统 让游客们来体验秋收的喜悦 那如果这个迷宫有六英里长 你敢不敢去冒险 那让我们一起到马里兰州 一家近百年历史的农场去看一看 我叫泰勒哈夫曼 我和丈夫布莱恩经营劳椰东西农场 我家经营农场已经有95年了 农场主要经营草料 2000年秋天 我们开辟了农业旅游 玉米田迷宫问世 有四个不同的迷宫 你按照实现走 不是线与线之间的空白 要尝试找到所有18个点 祝你们玩得开心 我们农场玉米田迷宫的特别之处 当然就在于我们是马里兰最大的玉米田迷宫 我们过去做过各种主题的迷宫 每年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主题 今年的主题是庆祝农场95周年 玉米田迷宫的线路总长6.3英里 但是根据难易程度分成了四个不同的迷宫 人们买票的时候 我会给他们解释 如果他们从来没玩过 我们会建议他们先试试儿童迷宫 可能从小一点的迷宫开始 因为相对容易一些 今年的迷宫1到6这几个点是最难的 我已经在2这个点救过三波游客了 如果有人求助 他们必须得先找到一个点 如果他们只是说 自己在35英亩的玉米田里面迷失了 我也爱莫能住 如果他们到达了某个点 我们会让他们待在那里 通常五分钟之内 怀着八个月身孕的我就能够到达那里 带着他们走出迷宫 我从来没去过玉米田迷宫 这是第一次 这个迷宫是我们马里兰最大的 确实是场太行 很容易就会迷路 好难走出去 但是找这些点很好玩 我喜欢在纸上打口 总有不同的东西 找找那里有什么挺好玩的 那你已经找到了几个点 才两个 我不喜欢 太大了 我在里面好饿 很难走出去 我们想过缩小玉米田迷宫的规模和难度 但是很多游客每年都会来 接受挑战乐在其中 所以我们不能降低规模和难度 好走出迷宫 再让我们跟着国家公园旅行家 麦卡梅耶 到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 去看一看 这一次梅耶来到了华盛顿州 最富盛名的两个景点 从雄伟的山峰上 一览众山小 第一眼就看到这么壮观的景色 旅行家麦卡梅耶 沿着20号高速公路 来到华盛顿州的北瀑布国家公园 我听说这里的山是险峻 可是实际上远远超过我的想象 梅耶说 北瀑布让他想起 另一座风景如画的山脉 当地人把这座公园 叫做美国的阿尔卑斯山 因为它看上去 很像瑞士的阿尔卑斯山 可是让梅耶惊讶的是 和那座著名的欧洲山脉不同 北瀑布公园 竟然是美国59座国家公园中 游客最稀少的一个 部分原因是这里太偏远了 这里旅馆很少 也没有很多路 让你开车上巅峰 如果你想看美景 就要自己爬上来 梅耶就是这样爬上来的 他攀登了将近 六公里的狭窄山路 即使是中夏季节 天气仍然是一个挑战 北瀑布山部分地区的山路 仍然覆盖着白雪 只有踏着雪才能通过 准备好 惊人的美景就要出现了 在华盛顿州 梅耶还游览了游客较多的 两座山峰 这一次是从空中俯瞰 你可以看到远处的 雷尼尔山国家公园 稍近一点的是灵湖 在前面 你也许可以看到 圣海伦斯火山口 喷出的热气 1980年5月8号 圣海伦斯火山成了头条新闻 那次火山爆发 是美国历史上 最灾难性的火山爆发 导致57人死亡 在山的北面 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火山坑 雷尼尔山也是一座火火山 是华盛顿州的地标 海拔将近4400米 是华盛顿州的最高点 就是这座白雪封顶的 庞然大雾 猝不及防地让你惊艳 因为它如此巨大 如此美丽 景色绝伦 不管从什么角度 华盛顿州的山脉 都是美业这次旅程的 顶级体验 我永远看不厌 节目最后来自 路易斯安娜的 Mark Brossard 是一位80后创作性歌手 他融合了蓝调R&B 和摇滚等曲风 自从2001年以来 共推出了9张专辑 请听他在我们演播室演唱的 Leave a Light Out 好 以上是这一期的 美国万花筒 谢谢收看 我是叶凡 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Zither Harp Whenever your heart leads you to roam I'll leave the light on Tell me what's on your mind Was it everything you hoped that you would find You're still running I can see That the road you're on is leading back to me So I'll, I'll leave the light on Never too far gone Whenever your heart leads you to roam I'll leave the light on Yes, I'll leave the ligh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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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